住家鐵門劇烈搖晃發出狂狂聲響 嘉義新港5.5規模大地震 嘉義市區也很有感 還有水晶加養殖場 因為這一陣損失慘重 魚缸玻璃全破 裡面水晶蝦石頭等全砸在地上 一口氣破了十一個魚缸 不過還好當時沒人受傷 那整個門都這樣好 嘉義市跟民雄鄉 最大鎮度達到五若 在鎮央附近的民雄三中村 還有圍牆直接被鎮倒 半個多月來 嘉義已經有發生四起有感地震 而且震度都在四以上 甚至有變大的趨勢 就被懷疑是不是眉山斷層 大爆發的前兆 雖然氣象局研判 震央不是在眉山斷層上 不過接下來兩週也不排除 會有其他具有規模的 餘震出現 TVBS新聞記憲和恩嘉義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